其实还是要做五次动作 所以比较快的做法是这样 用这个正列 正列的话基本上也很简单 第一个你先画一条线 210这条线 再来点一下这个正列 然后选它一下 选一下物件空白键 中心点在这里 他问你要几个 特别数量记得要在这里底下输入 我记得好像直接在上面输入会有问题 6个 那几度 -75 对对对 你如果75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75 OK -75之后的话 Enter一下 做完了 但是记得它有个缺点 2010以后的版本 它会自动帮我们变成一个图块 等于就是一个群组 所以你如果要怎么样 要去编辑它 要去做后续动作都不行 你要怎么样 分解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应该是最快的 所以旋 如果你要线段复制 它有有笨笨的方法 一个一个慢慢复制 你也可以连续复制是测点 还有一个是阵列 阵列更快 一下子全部帮你产生了 那当然如果你的数量越少 其实说真的 数量少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用那个阵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测点也蛮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数量多的话 千万不要傻傻的 一直在那边慢慢要输入 其实很花时间 你就干脆交给阵列来做 就很快要做出来 做完之后记得要把它分解 分解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 我只要这边的线段 所以记得起点 终点 这个是我要的对 先选起来都按什么 用那个修剪 然后把外面的部分选起来 全部都剪掉 剪完之后就是剩下我们要的部分 就完成 再来的话把这个起点跟终点给它 因为我这边要剪掉 所以剪掉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这一条线也是一样 起点、终点给它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这个范围是我要的 我不要是外面的 所以修剪一下 这样就好了 很快的可以把这个形状给做出来 再来旁边这边有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矩形 从这一点 然后小老鼠多少 15 逗点多少 52 Enter 再来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这边上试图没有 看前试图 前试图这一块把它画出来 那因为它这边有个25 所以追一下25 然后画几个圆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在这个做成 有没有 切片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也非常简单 圆 把它先画成圆好了 再把它 终点追过来25 然后画20 然后再空白键 重复上个指令 在中心点抓到多少 12.5 Enter一下 再空白键重复 重复 因为重复画有多少 8 里面那个8 OK 再切点 这个应该很简单 画一条线 Ctrl加右键 切点 切点画一下 然后 进射一下 选这一个 把中心点拉一下 再把这一点修剪掉 诶 这个不问题